The Heights医院欠房租遭患锁 医生患者被锁在了门外 请看详细报道 休斯顿当地知名的The Heights医院大楼 18日早晨大门深锁 让医生和患者无法进入 原来是承租者积欠了100万元的租金 导致门锁被换掉 该医院的一名家庭医生 费利西蒂·麦克博士指出 早上8点他和其他职员准备进入医院 却被告知无法进入大楼 很是错愕 麦克说 我正在停车场就职病人 这样的话 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照护 对此联邦众议员 Shelie Jackson Lee也十分关注 她表示 许多医生希望能入院为患者治病 但却无人答复 许多医生的个人用品也被锁在了医院 且院内还有一名新冠患者需要治疗 她也说到 由于医疗服务中断 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呼吁院方与管理公司尽速进行协调